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good evening good evening 啊 终于搞到第四季了 各位同学啊 终于整到第四季了 哈哈哈哈 终于整到第四季了 各位同学 那么我们我们回顾一下 我们到这前四季来做了什么样的事情 以从从今年年底开始 罗金语就不再接受单独的报名了 各位同学是唯一的一轮我们分开报名听的学生 那么我想说的是第五季已经上线 目前依然是半价状态 各位知不知道第五季啊 第五季是讲那个写作美学修辞的 我们将回到文学之美嘛 修辞学的 这个是非常深厚的文科功底啊 非常深厚的文科功底 第五季已经上线了 目前是半价 各位知道吧 目前是半价 半价还有还有还有两天时间啊 还有两天时间 各位请抓紧 好吧 把五季凑齐了之后 我们就将送给大家三大神器 各位同学 第五季那个半价 我们基本上只能还要倒贴钱 为什么呢 三大神器将全部赠送 包括我们那个书 然后单词卡 那个神器 各位记不记得 重达三斤的单词卡 然后还有什么呢 还有那个二维码贴子 是吧 这是我研发的三大神器 各位务必不要错过 好吧 哈哈哈哈 如果你喜欢送一只鸡也行喽 哈哈哈 OK 好 来吧 所以说赶紧上车啊 记住一定是前五季啊 把五季买全 不是买第五季送 是一到五季都齐了 才送这个 好不好 当然现在一到三季都已经下架了 你已经买不了了 如果你之前没有买过 那你只能去买那个联包班了 统一购买了 好不好 所以我们现在呢 我们说 目前到现在为止 我们完成了前三季的功能 大部分内容 比如说第一季的公式 公式这个变革过程 这个是我们的主体 然后第二季的这个语法和词汇 第三季的语法和词汇 是吧 语法的框架已经整理完了 单词还没结束 我们第四季啊 第四季做什么呢 第四季我们就做两件事情 第一就是口语 当然听力也会简单设计到了 第二呢 继续我们这个词汇的锤炼 单词 好吧 这是我们要在第四季要去做的这两件事情 那么 跟第一季不太一样 第四季我们讲单词啊 我们将会将会用字典来讲 用字典来操作 所以说大家可能需要买本字典 买什么字典呢 大字典啊 我们不要用小字典了 咱不是高中生 OK 大字典 音音音音音汉都可以 朗文牛经都行 大字典 好吧 最起码应该是两斤以上的 OK 这是个标准 两斤以上的 别给我买个什么袖珍小字典之类的啊 咱这个课会稍微升级一点点了 OK 那么今天呢 是我们的这个第四季第一集 我们将关注的是speaking here we go i'm back speaking and listening 千万不要数字时代 千万不要用数字 用电子字典 那个没有感觉的啊 有道词典是工具 工具不是学习的来源 好吧 工具是帮助你学习的 而学习一本字典 把它弄好了之后是非常舒服的 去书店买 不要去淘宝买 去书店买吧 OK 再说一遍 大字典啊 多大呢 两斤 至少两斤的 两斤级别 高阶字典啊 高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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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啊 都可以啊 都可以 好吧 都可以 哎呀 Ariel 这个背字典的目的不是让你背下来 而是让你能够找到自信 对不对 以后你多年之后回忆你这段时光 哇塞 老子也是背过字典的人 好吧 会非常兴奋啊 非常兴奋啊 来 开稿 当然 我一定会让你的这个字典 让你学的非常有价值的 背字典是一个非常长期的工作 OK 那么今天呢 第四季的第一个主题啊 The first target is about speaking 是关于口语的 那么口语讲什么呢 口语 我们将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 就是伦敦腔 The London accent 很可惜 现在我们这个直播系统还没有那个双向语音系统 大家还不能上麦 希望以后有这个功能就好了 可以上麦就爽了 是吧 那么首先我们要说就是 为什么是去学伦敦腔呢 为啥不是学点别的呢 比如说美音啊 挺好 很流行啊 是吧 美音也很好 也很好 甚至有同学可能都已经习惯看美剧了 对不对 他看什么Friends 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 可以的 自信人 当然可以啊 双接挺好的 好吧 Hey Hello How are you doing today? Hello Finds go Take it home My name is a bit better 挺好的 是吧 但是我想告诉大家 每天下只有两种发音 各位记住啊 天下发音只有两种 第一 伦敦腔 第二 其他 各位 懂了没有 诶 懂了没有 诶 懂了没有 就像我说 天下的英英语老师只有两种 一 中平老师 二 其他 这个概念是一样的 好吧 是一样的 So stay back stay back in London accent and you will learn much a better way of speaking and talking OK 正在伦敦 是吧 That's really good 那么伦敦腔怎么学呢 我们正常的 就是我中书的课程呢 一定是各种颠覆才可以 我们一定要颠覆正常的口语教学的模式 正常的口语教学是两种类型 是吧 第一种 中国人教学 讲什么呢 哎呀 还讲音标呗 还能讲啥 音标呗 是吧 这个怎么读啊 这个怎么读啊 是吧 这个怎么读啊 什么之类的 但是 音标真的不重要 各位同学 它是我们往后在学的事情啊 因为没有任何一个老外的音标是标准的 各位能理解吗 就是老外自己的发音没有一个是标准音标的 就像中国人说话 我们也从来不会去用标准普通话来说话 音标是放在后面做的事情 你想一想 谁会用那个 用新闻联播那个广播枪来说话吗 对不对 OK 音标是一个纠正过程 一定不是靠把音标读准就可以了 好不好 那么王霸胆这个神经病 听说他妹也来了 是吧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外国人 外国人讲讲讲讲口语讲发音怎么讲的 那就是那个那个 各种搞怪了 各种表情了 哦 我喜欢把他这样子 是吧 这比较夸张 这个咱也学不会 那么我们想做的是理科思维 一个理科男是怎么样去研究发音过程的呢 我来告诉大家 你真正要做的是一个生理上的研究 生理上的分析 来 take a look 生理上的分析 后制发音 你想学会伦敦枪 靠什么呀 一定不是去靠去学 这个音标怎么发 那个音标怎么发 不是靠这个 这个是下一步做的事情 让我 让中书给大家 先讲一讲生理卫生 不不不 讲生理分析 好不好 来 学医的爽了 是吧 后制发音 东方跟西方人 一说英语之后 那个感觉完全是不一样的 对吧 这个完全不一样 不是因为发音的 发音的这个音而决定的 而是因为我们发音的方式不一样 那 首先 请各位看到一个医学解剖图 我在 我上小学的时候 我们那个时代 没有网络 没有手机 没有电脑 各位90后 可能很难去想象这样的世界 或者00后之类的 是吧 我们那个时候 真的什么都没有 那个时候想看个图 只能去查字典 看那些人体解剖图 所以我的那个字典 那个大的那个汉语字典上 那个人体解剖图 是 是翻得最烂的跟你说 一下就能自然打到早饭那一页 是吧 来 看着啊 不用那么的高清 通过这个图 我们会看到 发声是靠这几个气 这几个器官来出现的 鼻孔 嘴巴 嗓子 肺部 OK 他们实际上 类似一个 共振的体系 发音的音腔 风道 看见没有 一个风道 或者是音腔 是吧 吓死宝宝了 就你知道的多 是吧 Shut up OK 这个音腔的发音系统 那么东方跟西方的差别是什么呢 来 我们先看一下 东方人是怎么样说话的 看着啊 比如说汉语的方式 现在 来 看着 请看着中书的嘴巴 那 东方人说话的方式 比如说 吓死宝宝了 说 书翻人体解剖图 不是为了学发音吧 然后我说 对 就你知道的多 屁话 废话 当然了 是吧 那个时候图片比较 比较 比较紧缺嘛 只能通过他来学点别的东西了 是吧 OK 这是中国人说话的方式 大家有没有看出来 这个特点是什么呀 中国人是靠什么地方来 来完成发音过程 最后一步的 靠什么呀 嗯 靠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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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人的发音 靠的什么 嘴巴 对了 东方人的嘴巴是非常灵活的 看见没有 我们靠嘴巴的动作和配合来完成发音 对吧 所以这个嘴巴 要比如相声啊 相声都非常讲究练嘴皮 嘴皮功夫嘛 靠嘴皮子功夫 对不对 中文也说 由嘴滑舌 耍嘴皮子 对吧 耍嘴皮子 那么 如果你用这种方式来读英语呢 比如说 我们举个例子 你看 比如说 这个是新概念英语的第二册 第一课 我选了这篇文章的原因就在于 大家普遍对这个文章比较熟悉 是吧 我们以前一直以为 把英语学好 把口语学好 就是把音标学会 那么现在 我让各位感受一下 我把每个音标都学会了 你同样也读 感觉不到 那种西方人的韵味 各位 看一看 音标嘛 是吧 我们用东方人方式来说话 东方人是嘴巴 嘴巴 这里看 在音标上 这句话没任何毛病 发现没有 在音标上 我读的没有任何毛病 但是一听 就是中国人在说英文 还发音好棒啊 哈哈 胡扯 是吧 OK 为什么呢 我们是用嘴巴在说话 是吧 而且 如果你是学生 每天早上去早读 早读啊 早自习 我的天啊 一帮人用这种方式来说 来读英语 那么 他们大概读大概五分钟之后 立马进入一种 非常神奇的状态 对不对 Last week I went to the theater I had a very good seat The play was fun 各位 是这样吗 是这样吗 基本上就跑偏了 是吧 基本上就不知道干嘛 这混沌状态 是吧 一片混沌状态 好 那么 我们来看一下 西方人是靠哪里来发声的呢 再次回到这个图 我说过 理科生思维 一定要回到事物的本质 去思考问题 对 一定不能够集体读啊 一定不可以 那 看着 西方人靠这个 嘴巴 然后喉咙 和胸腔的 共同的震动 OK 小月月 她把胸腔打开 让她感受到 其实的完整的共鸣 西方人是天生的 这种歌剧唱首 对吧 鼻子又大 特别适合共鸣 看见没有 这是个亚洲人 泼面图 如果是个 欧洲人 你看这个造型的各位是不是 欧洲人是这个样子的 是吧 或者这样子的吧 大鼻子的 是吧 大鼻子的 鼻孔大 然后呢 共振墙 来 我们来模拟一下 这个很容易学会 真的 你可以完全模拟出来这种感觉 来 take a look 那 你看着啊 我怎么模拟呢 现在你看 你你你坐直了 呃 手上手往上 提起来 啊 啊 啊 阔胸运动 把你的胸揉一揉 揉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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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中国人的胸部很少被用上 对吧 我说的是胸部里面不是外面啊 外面能不能用我不知道 但是我们的内部胸腔 是我们平时很少使用的 深呼吸一下 感受胸腔被放大 然后吸气 把气放出来 是从上边放出来 不是从下面放出来 好吧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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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了 嗯嗯嗯嗯嗯 嗯 开始了 嗯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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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I can't hear a word, I said angrily It's none of your business, the young man said rudely This is a private conversation That's it OK, 接着高潮,不要停 來,繼續 OK, 懂了沒有? 包括那個考試的時候 聽力考試的時候 各位記得吧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Part 1 Dialogue In this part, you are going to hear ten short conversations For each conversation, there will be four choices marked A, B, C and D Choose the right answer with a single line through the centre Each conversation will be read only once 那就是這個樣子的呀 因為你不習慣它,你感覺是在裝 但是我告訴你,外國人說漢語,它也感覺是在裝 因為兩種發音方式的習慣是完全不一樣的 當然,我們在練習的時候 我們會刻意的去往後挪的比較重 對吧? 你把它練習多了之後呢 平時稍微放鬆 正常的要讓胸腔稍微用點力 就非常好聽了 OK 你只不過是不習慣而已 女生不會啊 一會兒看個視頻嘛 那個唐頓莊園 看過沒有 還有那個女王 英國女王說話聽過沒有 是吧 我的微博上發過一個的 英國女王那個年 那個新年獻詞嘛 對吧 非常好聽啊 非常好聽 所以呢 你想學會 倫敦腔或者外國人說話的方式 那你要首先學會 讓你的發音後製 從物理學上 為什麼發音後製就好聽了呢 共振嘛 共鳴嘛 對不對 那如果這個你還不會的話 你覺得我找不到感覺 別的感覺 來 我來教你 同學 還有一個大招 為從物理學上來講 為什麼 這個共鳴 為什麼 這個共鳴 不好學會呢 九點半 九點啊 看著啊 這是 我們從 我們從 我們從這個 沒有我們一直說的是九點半 我問一下 要一直說九點呢 是吧 我們從物理學角度來說 如果是這種方式的狀態 那麼你要去找這個共鳴 確實有壓力 那我們怎麼樣才能夠 讓大家能夠迅速找到共鳴的感覺呢 很簡單 這個是彎的嘛 我們把它掰直咯 同學們 我們把它掰成這個狀態 不就可以了嗎 各位能理解不 我們把它掰成這個狀態就可以了 現在是這個樣子的狀態 對吧 我們把它掰成這個狀態 不就行了嗎 怎樣掰呢 來 看著啊 各種大招層出不窮 對啦 我們現在是這樣子的 是吧 OK This is really good English is so beautiful We can learn the pronunciation OK You do not understand how to do that It's OK Lift up your head 啊 Hello Yes This is good A private conversation Last week I went to the theater 各位同學 天然共鳴 我就問你服不服 這是感受到胸腔震動說話的最好的方式 我就問你服不服 哈哈哈哈 這就叫大招 它非常符合物理學的一個意義和角度 看見沒有 是吧 是吧 嘿嘿嘿嘿嘿嘿 來 各位同學 你先練吧 練習一下 我沒有讓你平時跟人這樣說話 哎媽 我餓了 我要吃 我要吃水果 吃你個毛線 揍死你 是吧 練習嘛 去體會 用你的胸部 你已經找不到了 好不好 OK 來 再試一遍 看好啊 來 再試一遍 來 再試一遍 來 再試一遍 come here 側面啊 側面 啊 這樣 嗨 hi good morning yes this is good 我們用幾個詞兒 別光符啊符的你要跟我練習啊 你必須要先完成胸腔的共鳴 才能夠真正體會到說英語的感覺 比如說我們看幾個很簡單的詞 那 比如說 很簡單的一句 你看 中國人說話的方式 我們講過 中國人說話的方式是用嘴巴來講話 對不對 用這裡的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摸你的頭啊摸啊 我說啊 不是摸啊 跟摸沒關係啊 那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hey good morning hey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OK 來 嗯 哦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把手放胸上 啊 呼 good morning hey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這樣 是吧 是吧 一旦仰頭之後 是不是各種胸腔共鳴的感覺全都來了呀 是不是啊 呵呵 仰頭大法 就這麼來的 抬頭大法 啊 你在那個練習的時候 練習的時候那個聲音比較粗沒有關係啊 沒關係的 對 感受肺部的這種震鬥啊 胸腔肺部嘛 好 那麼 如果你還是不行 你就把手放胸部多做幾個身呼吸 呼 其實就是我們平時說話的時候什麼時候有非常强烈的胸腔震動呢 就是打哈欠的時候 各位想一想 打哈欠的時候是不是特別想仰頭啊 啊 這樣 沒有任何人在打哈欠的時候是低頭的這樣的 是吧 是這樣說話的 你必須要刻意啊 對呀 這位Forest什麼什麼西夫同學 你必須要刻意啊 什麼叫刻意啊 因為你現在的說話方式 並不是按這個方式來發聲的 什麼叫自然 每一種人的自然是不同的 東方人的自然就是用嘴唇發音 中國人說話 按照我們的自然狀態 就這樣子的 take a seat hello you are right 是吧 May I come in sir I would like to say something about myself first 對呀 中國人的自然就是這個樣子的 就是用嘴來發音的 就這樣 但是 你去聽 應該有很多這種倫敦腔的或者說是英文發音吧 不過美音也是一樣 這種胸腔震動是必須的一個過程嘛 人家說話自然就是這個往後靠的比較多一點點 就是往後靠嘛 是吧 你看 比如說我們再認真體會一下 你看著啊 我們再認真體會一下 就是中式和英式交雜 兩種發聲方式交替進行 各位感受感受 好吧 那 Last week I went to the theater 中式的開始了 I had a very good seat The play was very interesting I did not enjoy it A young man and a young woman were sitting behind me They were talking loudly I got very angry I could not hear the actors I turned around I looked at them angrily They did not pay any attention They did not pay any attention They did not pay any attention I did not pay any attention In the end I could not bear it I turned around again I turned around again I can't hear a word I said angrily It's none of your business 哇塞 都挺好聽 哎呀 你這個話 我沒法接 我沒法接 我說 The young man said rudely This is a private conversation OK OK 第四季其實很歡樂的 就是口語就這樣子的 它是在糾正我們那些說話的方式 也不叫糾正 而是讓你去體會一種完全不一樣的發聲體系 其實 你把這個學會了之後 其實以後你 你幫你去 你去KTV去唱歌 對不對 你把這個方式學會之後 仰天大唱 你看那個唱歌啊 就是唱歌的人都是抬頭來唱 發現沒有 這樣讀不快 讀 讀 快 那個玩意你先學會再來去快 別講究速度 你慌什麼呢 還不會走 你就要跑了 我說快還不容易 那很容易搞定的 那麼當然了 用胸腔發音 同樣可以去說中文 對吧 你看比如說那個 那個廣播腔啊 那 嗯 一個私人的談話 上週啊 我去了一個劇院 劇院 不好意思 嗯 我有一個非常非常好的座位了 這個戲劇啊 非常的有趣 我非常的喜歡他 一個年輕的男人呢 和一個年輕的女人呢 他們坐在背後 他們聲音非常的大 我變得非常的生氣 我完全聽不到演員在說啥了 我轉過頭來 我看著他們 非常生氣 他們一點都不鳥我 最後 我也無法忍受這一點了 我轉過頭來 又說 我實在是聽不到一個詞了 我非常生氣的說 這個不關你的事啊 這個年輕人生氣的說 這是一個私人談話呀 各位同學 聽懂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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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t's it That's it 好 現在 我們來做另外一個練習 請大家把你的手放在胸部 看你能不能夠體會到胸腔的震動 為了能夠更加明顯的感受這一點 中書決定奉獻出我的肉體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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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Good morning Take a look Here is what we do about such a plan It's actually very interesting It's so funny and interesting, right? That's good 好 再看那個中式發音的 Last week I went to the theater I had a very good seat The play was very interesting I did not enjoy it 中式發音 嗯 你可能 剛開始學 感覺不是特別的自然 然後 逐漸的 慢慢的 就會越來越自然了 OK 一定 一定是這樣子的 來 Last week I went to the theater I had a very good seat The play was very interesting I did not enjoy it The play 忘了詞 忘了詞了 A young man said rudely This is a private conversation 好吧 就這個 就這個 完全不動 這位燕燕同學 你是想跟我們說 你胸太大了嗎 是不是 是不是 沒有道理啊 大也能動啊 是內部不是外部啊 你呼吸一下嘛 你呼吸一下嘛 好不好 啊 你先不要管這個語語調的問題啊 就是語調這個事兒先別管他 好吧 跟語調沒關系 要練很久嗎 我覺得練個有個大概 有個半個月就很熟了 就習慣了好不好 你看我比如說我們這去KTV唱歌 哪怕我講一天的課特別的累 我一樣可以唱歌 能唱出那種感覺 就是那種那個那個歌劇的感覺 是吧 那個聲音都不一樣的啊 帶有鼻音 就不是光靠鼻子 是嗓音啊 往後的 對 手貼緊可以感受這個 這個能感受到的 那唱唱唱一句好吧 你看我特別喜歡唱那個歌 就那個女人善變 知道吧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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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是吧 OK 胸腔的這個震動 這個是來自於理科這個邏輯思維的分析的 就是 一定要回到這個理科思維本身去解釋這個現象 啊 好 嗯 真的不動啊 你 實在不行 找一個人幫你捏捏 幫你幫你揉揉 哈哈哈 換一個 下邊跟著我一塊來 以慢速版的方式 把這個東西好好體會一下 好不好 我們以慢速版的方式 今天晚上的第一個主題 就是整明白什麼叫做後製的發音 你先 你先做直了 然後呢 讓胸腔 活動活動 記住不是肚子動啊 肚子盡量不要動 好吧 不是肚子這動啊 跟著沒關係 做直了 然後給個側面 這樣 這樣 然後呢 你先深呼吸一下 然後感受到胸腔的起伏 因為真實的說話不用那麼的誇張 但是感覺上是差不多的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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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肌肉問題 不是讓你平時仰脖子說話拜託 是吧 好 吸一口氣然後放出來 這個氣息 這個聲音 這個聲音一定是胸腔跟喉咙還有嘴巴一個整體 這個時候才是最洪亮最好聽的 比如說 我舉一個活生生的例子 比如 比如他 看見沒有 比如他 比如他 你看 他為什麼要設計成這個造型啊 那一個整體呢 胸腔 喉咙嘴巴 幾乎是一條線 看見沒 為什麼這麼設計啊 啊 聲音洪亮嘛 是吧 啊 啊 看見沒 啊 啊 OK 他比較適合空氣流通 是吧 比較適合空氣流通 如果只有嘴巴的聲音就 他就沒有那種共鳴感 共振性就不強了 這叫自帶音響嗎 好 來 再跟我走一遍 我們就來體會一下 我們我們看一段那個倫敦槍的典型案例 讓我來提出這個感覺 好吧 你就是 你突破了這個發音方式之後 然後再去學什麼音標啊 什麼什麼之類的 或者語調啊什麼之類的 才會有感覺啊 每一個板塊 都有它的規則和邏輯在裡頭 是吧 來 慢速版跟我來試試 先做好了 吸呼吸深呼吸一口氣 然後呢 你可以羊羊頭朝上 這樣 啊 啊 這樣搞一下 嘿 hello 你看hello 一定不是 hello hello 一定不是hello 是hello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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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hello 一定不是動肚子 拜託啊 一定不是動肚子啊 有同學是肚子在動 是吧 hello hello 不是這個拜託啊 一定不是這個啊 一定不是這個 好吧 不是肚子動啊 是胸腔 hello hello 這樣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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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詞的發音是特別能夠體現這一點的 比如說 這個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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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说过吗 我有肚皮舞教练症的好不好 天哪不知道啊 是啊 我有肚皮舞教练症的 各位同学不知道啊 不是说过吗 我没有吹牛逼好吧 真的 我可没吹牛好吧 我有肚皮舞的教练症的 考教练症 来 跟我来 慢速来一版 看着啊 来 慢速来一版 要不我们第六季就讲肚皮舞 对以前表演过的 看着 这次那个年会还搞了一段的 慢速版 跟我走一遍 我们首先走一遍 中式发音 让各位体会 我们自己平时是怎么样讲话的 我把这个 摄像头拿近一点 对着我的嘴巴 来 先感受一下 中式发音 中式发音 我说了 It's none of your business The young man said rudely This is a private conversation OK 这就叫做典型的中式发音 对吧 那么下面我们慢速版拿给我来 跟着我一块来练习一下 这个第四季的课跟节目不太一样 我们可能有非常多的时候是需要去练习的 OK We need to practice a lot Quite a lot 来做好了 手放胸部 A private conversation 太高点头吧 仰仰点 A private conversation 轻轻的震动 别太猛了 A private conversation 哎哟我的天哪 别把楼下给吓到了 你干嘛是吧 一会儿床都正塌了 A private conversation Last week I went to the theater I had a very good seat The play was very interesting I did not enjoy it A young man and a young woman The men were sitting behind me They were talking loudly I got very angry I could not hear the actors I turned around I looked at them angrily I looked at them angrily They did not pay any attention In the end I could not bear it I turned around again I can't hear a word I said angrily It's none of your business The young man said rudely This is a private conversation OK 轻微的震动 就行了 好了 轻微的 好 我在最后快速过一遍 让我们就看到 我们再看一个短片 嗯 A private conversation 你就拿这篇去练就可以了 别整多了啊 OK A private conversation CCTV CCTV中国 中国怎么会后制呢 是吧 A private conversation Last week I went to the theater I had a very good seat The play was very interesting I did not enjoy it A young man and a young woman 轻微的 轻微的 肚子一点小 肚无所谓了 A young man and a young woman were sitting behind me They were talking loudly I got very angry I could not hear the actors 那 你抬头了 如果你感受不到这个声音变化 头抬起来嘛 这样 I turned around I looked at them angrily They did not pay any attention In the end I could not bear it 别着急啊 一步步来啊 我们首先完成 发音方式的变革 I turned around again I can't hear a word I said angrily It's none of your business The young man said rudely This is a private conversation OK OK 对 如果你经常看那个BBC的那个纪录片 你会非常强烈的感受到这种胸腔发音的感觉 对吧 声音很浑厚 看见没有 不论是男是女 它全是这个方式来发音的 你看那个BBC这个纪录片的话 你感觉不是 是因为你的感觉是错的 Forest OK 好 对吧 你看那个BBC全是这个造型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个那个视频 稍等一下 我为什么不能点击分享桌面呢 Lin Lin 谁能教我一下这个怎么样分享桌面啊 我这搞不出来啊 等一下我先退出重镜试试啊 好 各位同学 现在是不是看到我的桌面 现在是不是的 各位同学现在目前看到是不是我的桌面啊 有没有有没有 目前看的是不是我的桌面啊 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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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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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That's good Let's begin 桌面好乱 哈哈哈哈 哎呀 不好意思啦 是吧 打开 打开 The paper is lost,看到没有?The paper is lost 声音有吗?声音,声音,声音有吗? 没声音,嗯?应该都有的吧? 我把耳机拔掉,是吧?好,再试试啊 哦 什么情况 我突然张突然增速了 我点到哪个了这是? 我是点到快进了吗? 我点到快进去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不会玩 又哭这玩意太复杂了 按停止 然后再放一遍 是吧 稍等一下 有个音乐符号 然后抓取 OK 现在有了吧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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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研究了一下午该怎么快进 都没怎么明白 然后刚才居然突然间会能快进了 That is all not the same This is not supposed about it OK 感觉到没有 各位同学 There's no supposed about it 感觉到没有 声音大点 声音很大了 音量已经最大了 你把你那边的音量调大行不行 把你那边的音量调大点行不行 我已经是最大声音了 来 听这句话 再次再来一遍 You know You have a filmmaker You have a filmmaker You have a filmmaker That is all you can say You don't realize that you're Sing spirit is Prosby and some good I suppose so There's no suppose about it 听到没 There's no suppose about it There's no suppose about it 我电脑没有音响啊 我拔掉耳机试试好吧 再试一下 来 Let's try it again 主要是感觉那个发音方式 诶 为啥一拔耳机就快进了 天哪这是疯了吗这是 我一拔耳机它就快进了就 实在是搞不懂 这是什么情况 耳机一拔就快进 而且找不到哪停止快进键 太神了 等一下我推出试试 Ctrl加左箭头是吧 好 Let me try again 如果不行就放弃它 就不搞这玩意儿了 Hello OK 这次可以了吧 这次可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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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好 how do you 看见没有 how do you how do you how do you 声音很缥缈啊 那什么这个这个播放软件 这个系统还是有问题是吧 抓取屏幕声音 还是不是很精确是吧 you better come along with us 看见没有 它是一样的 它是一样的 所以就是你如果你看那个BBC的纪录片 它也是一样 我们可以跟大家看一个 就体会这种感觉啊 就这种感觉 声音是后制的 包括最近说那个海洋 地球无限 各位知道吧 地球啊 嗯 啊 要炸了我的天 OK 我们来感受一下啊 你大爷居然是中文的 这不是BBC的吗 哈哈受不了了 居然是个中文的 算了算了 我放弃了 受不了了 呵呵 这个是BBC 但它是个异字版 居然是一个中文版 这个简直是让人无语了 不搞了不搞了 太痛太痛苦了 好吧 你自己你自己收 自己自己收自己收去 OK 都不耽误时间自己收去 所以说 从你自己去感受一下 就是在那个腾讯视频上 搜BBC的那个纪录片 非常清晰的是吧 the earth the universe the universe 很多的 the sun the moon 等等等等 特别的多 在腾讯视频上是最丰富的 好 这是我们就是 对口语发声了 就是我们说 你想学会伦敦枪也好 或什么枪也好 其实是没有 所谓的英式发音这个说法的 英式发音 在英国的不同的地方 它的那个发声 单个都不一样 对吧 它都不同 哦 现在还是做面是吧 稍等 好 现在好了吧 现在现在可以了吧 回来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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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应当回来了吧 目前目前 是不是回来了已经 请刷新一下 刷新一下 刷新一下 回来了吧 好 所以呢 后字发音这个逻辑啊 它所改变的是回到 就是用老外说话的方式 去说英文 那么 你你去感受就是 就是外国人说中文的时候 他也会带有那个腔调 就是声音比较靠后 发现没有 你好 我是老外 这样的是吧 包括那个王八蛋也是吧 我是王八蛋 这样 声音还是往靠后 还是比较靠后的 OK 好 这第一个问题 the first question 声音后置 那么当声音后置之后 我们马上要去解决的下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当声音往后靠后了之后啊 我们就能够开始解决下一个问题了 就是impressive pronunciation 关于音标这个话题了 一定是先学会发声方式 当这个发声方式呢 我们还会有很多练习带各位来做 比如说 编一套操出来练习练习 说天天呼吸 摸胸 这样 hello hey yes i am i am right ok ok this is good 这样 好吧 往后靠点 慢慢找个感觉 然后呢 把这个发声方式学好了之后 然后我们就能开始来去在音标上 让你的发音越来越精确化了 音标啊 我们并不是顺着讲的 我们从重要性来说 这个重要性 什么音标是重要的呢 你想把这个口语 这个口语啊 让他听起来非常像老外说话 像老外说话 那么 最重要的音标 就是这个玩意儿 双元音 ok 双元音是最重要的事情 他是最能够体现出来语文的感觉的 我从来没说过不讲音标啊 我说过是音标不是重要的事情 不放在开头啊 先完成发声的变革 再跟音标结合起来才可以啊 双元音 双元音 中国人是完全找不到这个感觉的 因为中国的说话方式 那个词啊 是单个音的 是吧 叫单音节词吗 单音节词 但是 英文不一样 比如说 我们举个例子 你看这 这个 这个 按照 就是中式的 说话的习惯 这句话怎么读的呢 就是 I hate it I hate it I hate it 对吧 字正强远 特别简单 但是 英文一定不是这样子的 你看着 首先 这个词 I 是个双元音 什么叫双啊 就是你在发他的音的时候 你一定要把这个过程感 把它体现出来 过程感 各位能理解不 双元音啊 那 那 它是阿开始的 然后呢 到一结束 来 各位给我放大了 把它放缓之后 念一念试试 你看好 我们都是做这个理课的 这种解析过程吗 阿 然后 一 阿 一 然后呢 稍微连起来 就是 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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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不是爱 爱爱 爱是爱意 结合之后高度凝缩版 变成一个了 叫二合一 对吧 二合一 中文把它二合一了 爱 我 不是爱 是爱 爱 爱 这样子的 这是一样的 怨恨 不是爱 不是爱 而是什么呢 爱是爱 开始到一结束 对吧 爱嘛 它是爱 爱 然后呢 一 一 爱 一 爱一 这样子的 爱 爱 爱 一 那 然后 还有这个人 这个 够 够 他一定不是够够够 一定不是够够够 而是什么呢 而是 今天不脱糖 因为今天晚上那个11点 还有一个课呢 还有一个那个哲学课 东勋银的 今天脱不了 下次可以脱 那 呃 你体会一下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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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所以说 这个不是够够够 而是什么呢 而是 go let's go go 看见没有 go I hate you hated I hate it hate hate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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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见没有 I hate it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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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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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M I A M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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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学 听懂没有 双圆音 想变得很好听 就是把这个双的这个感觉给他体会出来 是吧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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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不是爱爱爱爱 不是这个 还有自行车 不是 A Bike A Bike 多难听 中式是单音节词 对吧 A Bike 还有同学在最早学外语的时候 为了去学会他 还把它用中文把它标记 叫Bike 是吧 Bike Bike 是不是 A Bike A Bike 如果你老这么去学英文的话 你就会陷入像日本人的感觉了 各位能理解吗 日本人 就是以这个方式来去说 说说说英语的吧 日本人 你看着 日本人说话就是 非常非常孤立的每一个音节 是吧 你看 我们来体会日本人说英语的感觉 那 Last week I went to the I got a very good seat The blue was very interesting I I I did not intuited Oh yeah Man And a woman What's the thing coming 日本人感觉 就是这样 一个一个往外蹦的 Hi How are you Hi How are you 它就丧失了英文这种连续性 它是一个非常柔和的连续的语言 它是连续发生的 好吧 好 那么 有一个词啊 就能够充分的体现这一点 比如这个 这个词 我跟你讲 几乎没有中国人能够把这个词给它发对发音 几乎没有 除了少数人天生就会模仿之外 这个词 各位同学们绝大多数同学 是不是都读的是当啊 跟这个当差不多 看见没有 都是当 是吧 把这个词读成当的 请发个入魔 我发个入魔 来 发一个入魔 来坦白一下 就把这个词说成当的 是吧 你是要下去吗 都说的是 Are you going down 是吧 还用中文翻译一下 哎呦 够淫荡 是吧 够不够淫荡 好 你看一下 比如说 我们去查一个字典 这个词 你会发现 它的音标是这样写的 对吧 老师就这样教的 以前我上初中的时候 我们老师教那个早上好 叫搞的猫灵 搞的猫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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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是杨月盈 因为搞猫灵的 这是 很正常 老师都瞎搞的 那 它的发音是这么写的 D 然后AU 然后N 是吧 这个发音很难把它搞准 你看 啊 呜 啊 这样呢 啊 啊 看见没有 啊 比如说 这个词 奶牛 奶牛不是靠 一定不是发成靠 拜托啊 靠你个头啊 靠 这个是 靠 靠 this is a cow 能理解吗 靠 啊 啊 靠 以后你说中文 都有可能这么说了吧 我靠 看见没有 这是老外说中文 我靠的方式 中文是单个发音的 我靠 我靠 而西方呢 是 我靠 靠 OK 卡 呜 对吧 靠 Au Au 一定要体会过程感 过程感 对的 因为你声音后制之后 这个气息很强 它自然是连贯的 再见再见 听懂没 是吧 但还没念呢 慌什么呢 嗯 先体会Au Au学会没 回了father room Au Cow 我Cow 这个Au 学会了father room 包括那个 那现在 你看那个电影里面都 这个车 这个车很常见电影里头 对吧 你什么时候需要啊 Now Right now It's now It's now or never 对不对 Now 而不是 It's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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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Now Now 跟那个Now 完全不是一回事 啊 不是Now Now Now 还有 还有我们玩那个CS的时候 记不记得 打那个CS 打游戏的时候啊 CS的时候 一定不是 GoGoGo GoGoGo 一定不是GoGoGo 而是Go Let's go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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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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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吧 好 来 那么 Au 跟N 结合起来之后 会是一幅 什么样的图景呢 来 Dao N 先分解开 Dao N D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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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t down Gut down Sit down D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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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出差别没有 跟那个 Sit down Dao 是不是 完全不一样啊 Dao N Dao N Dao Dao Sit down Sit down Gut D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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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ya D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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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 d Ki Sit up Dao Dao 所以大家有没有感觉到 就是老外说中文的时候 特别喜欢连音呢 我们说话是斩钉截铁的 对不对 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 但是老外说话就不是 他会连起来 大家好我是外国人 大家好我是外国人 是吧 我是王不登 是吧 他会连的比较紧 但他学会了之后会隔的比较开 但是初学中文他会连的比较紧 因为英文他是不分开的 他一定是不分开的 他是连贯在一起的 所以双元音 你必须要找到这种感觉才可以 那我们来看一下 双元音好几个呢 爱 来跟我练一练 就这个 打招呼 他绝对不是我们这个简单的嗨 一定不是他 是吧 不是嗨嗨嗨 日本人说英文就这样子的吧 嗨 好爱哟 是这样 是吧 特别斩钉截铁 跟日语差不多 嗨 始めまして 是吧 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像这种的 他是一个一个往外蹦的 但是 英文不同 首先 H发音 这个我们还没讲到 它是一个气息感的 这个福音呢 这个福音 只要是圆音 就应该是发霜的了 我们一会总结了 你圆音告诉你就行了 是吧 H的发音 H发音 这个中国人 应该学谁呢 你应该去学 广东人 广东人啊 广东人讲话呢 这个 这个发音 好凉啊 好凉好凉啊 好啊 你好啊 看见没有 你好啊 它是充分的气息感 胸腔震动 如果你没有胸腔震动 你是完全感觉不到 H这个词的发音 各位能理解不 那嗨 猴啊 好好好 好好好 行 嘿嘿嘿嘿 这样是吧 但是呢 你看 广东人在说话的时候 他们都能够体现出 H的胸腔发音 是 雷猴啊 猴啊 看见没有 听懂没 胸腔发音 中国人也会啊 广东人说好 就是胸腔发音 这儿有没有广东人啊 这儿有没有广东人啊 有没有有没有 这儿有没有广东人啊 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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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家 在明朝的时候呢 从广东 佛山 我给祖给啊 是广东人啊 我的祖籍是广东人了 我们是 我祖辈啊 就是爷爷的爷爷 就是佛山的 然后从佛山 然后到四川嘛 在重庆 后来又参加了 参加了川军嘛 然后又抗日抗战 然后 我爷爷是当时中学的老师嘛 中学的 重庆的一所中学的语文老师 呃 后来考上了军校 就是黄埔军校啊 考上了黄埔军校之后呢 然后又 又去 打仗嘛 很多年 后来又 一生命运坎坷了 是吧 我们家以前是广东的 后来 转到四川 胡广田四川嘛 嘿呀 嘿呀 嘿妹啊 好 你看 广东人这个发音 嘿呀 看见没有 嘿呀 嘿呀 你把手放胸这 嘿呀 嘿呀 是吧 广东话是天然胸腔这共鸣啊 来 再试试啊 DOWN 一会再来 一会再来 别着急啊 你多练几遍 来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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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H 到了没有 哈 哈 是吧 嗨 不好意思 我这个嗓子有点说不出话来了 今天从早上开始讲课 讲到现在 今天一共有十一小时的课程 我的天哪 香港人的英文猴猴啊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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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个 不论是老外 不论是美国人 还是英国人都一样 嗨的翻译 是是那个胸腔发音的 是吧 你可以看哪呢 你可以看看那个老友记 知不知道 老友记第一集 第一集 那个Ross 他刚出场的时候 他的第一个台词 就是这个词 一记门 然后一脸的这个土边像 嗨 是吧 嗨 是吧 就这个翻译 嗨 一定不是嗨 嗨 不是这个 好 这是爱的翻译了 比如说自行车 bike bike it's my bike 还有 这是我的吧 it's mine it's mine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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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了吧 会了吧 包这个呢 就是这个 哦 呃 嗡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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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见没有 哦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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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hello 最后要把它放到这个屋这个地方 ok 最后要把它放到屋这个地方 对的 中央军校 就是那的 嗯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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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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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不是我们按照中国人的发音方式 但是他最后一定是在哦这个地方 对不对 hello hello 不是这个啊 hello hello 这样 hello hello 轻轻待一下 你不要刻意太重 你不要这样读 hello hello 不是hello 各位同学啊 不是hello ok 是hello hello 嗨 嗨 嗨 然后你看那个 啊 啊 嗡 对吧 经典发音 你不用看太多 就每一种发音找一个词 听懂没有 每一种发音找一个标志性的词就可以了 kow kow 奶牛 奶牛啊 kow kow 啊 嗡 看到没有 kow kow 嘿嘿 妈妈也得跟她学是吧 哇塞 真不错 真不错 向你妈妈致敬啊 这么有爱学精神 我妈也很爱学习 每天在家放光盘 然后看那个各种最新潮的广场舞的舞姿 是吧 呵呵 她已经掌握了17种 那个全套的国生舞的不同跳法了 呵呵 哎呦我非常佩服 真的太强大 太强大 呵 呃 ok 然后 你看 把这个念一下 如果没有这个N 如果没有这个啊 没有这个 他的发音就应该是道跟那个kow一样 看见没有 这个一样的吧 道 kow 道 kow 跟这个是一样的 那么 多了一个N之后呢 你把这个N 往后背连不就可以了吗 那 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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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微慢一点 就是down 是吧 稍微快一点 就是down down down ok 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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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文 有点像 是的 大文 连快一点点 大文 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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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sit down may i sit down 一定不是 may i sit down 当当 一定不是那个当当当 好吧 let me down 让我失望 是吧 don't let me 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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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ok 这是Aone Aone 你得快读吐了 呵呵 我会快讲吐了 说死我 哈哈 好 这是我们看 好几个人有I 还有一个A 是吧 A E A E I I I 最典型的意思就是这个词子 一定不是黑黑黑是吧 这个一定不是黑 跟这个不一样 千万不要用中文去标记英文单词去学学发音 这样做你就会走上日本人的不归路 对吧 嗨 好啊呦 这种的 呵呵呵 千万不是这么干啊 一定不是黑 中文是单音节的 英文呢是连续发音的 他说黑是A开头 然后I结束 是吧 A开头 I结束 你看 嘿 也多慢一点 嘿 有点像黑一 但是要连起来 是吧 黑一的感觉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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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词卡是第五季买就有啊 我再说一遍 第五季已经上线了 现在是半价 购买之后将赠送三大神器 书 单词卡 和二维码贴子 OK 都是在年后发货 好吧 抓紧时间 第五季半价实际上就是连这个成本都不够 我们还得到贴钱 这这全套下来我们得花大概100 一百二三十块钱吧这个成本 是的 前五季当然前五季啊 买一集我们送了起啊都赔死了我说 好吧 好 连报班也送啊 对的连报班也送的 来 这是爱 记住啊 每什么书拿了就知道了 每每每一个词这个发音呢 都有一个标志的词 A的发音就是那个 嘿 你要记好啊 爱的发音呢 就是 嗨 对都送啊 但买全前五季送的更多一些 是吧 然后 然后那个 嗨的发音呢 就是 靠 然后 嗯 嗨的发音呢 就是 go let's go 哦 哦 哦 看见没有 go 年前没约到地方 演播大厅年前没约上 全满了 年后再约约试试吧 那个东西太难约了 但不是钱的事 我们一直在找演播厅快痛苦死了快 哦 go 然后 还有几个双原因呢 是 非常简单的 他天然的 第五季已经上线了 你去找去啊 就在那个 有道精品课 你点击那个 点击 实用英语 不就看见了吗 或者你看公告公告中也有啊 是吧 你看啊 比如说第五季是对我们的录制一下 我们就会选同学来参与这个录制过程 我们会 如果录播那个看现场吧 如果现场地方大 我们会多多找几个人 好不好 我们先把第五季做成一个精品 因为第五季需要去展示的 需要写内容比较多 不适合直播 在现场这个直播不太好 花了 花的时间比较长 我们会找一些同学 如果你在北京可以来来来跟这个过程 还有几个双原音啊 它是天然就是双重发音的 搜索框已经做好了 年前不敢上线 因为年过年期间那没有人 没有人值班怕出问题 你过完年之后就上线了 choice 还是choice 看不清 7欧 是吧 ok 搜索框已经做好了啊 搜索框已经做好了 然后年后会上线 那义尔 乌尔 乌尔 还有一个奥尔 是吧 这几个呢 是 还有一个欧尔尔 这几个是非常简单的 它天然就是过程性的 比如义尔 比如说黑尔 看见没有 天然过程性的 黑尔 黑尔 搜索框就是在有道精品课上 能够直接搜索老师啊 乌尔 比如说旅途 tour tour 天然过程 都是年后发 年前快递都下班了的 hour 比如说hour 没过期啊 可以看可以看 hour oy 比如说boy 这几个双原音 咱们发音没有问题 因为它是天然的过程 它是区分的很清晰的 你只能是分开读 here tour hour boy 所以这几个不重要 特别好好理解 对不对 听懂了发个room 能理解不 双原音 双原音 重要的不是他们 而是我们刚才讲的几个 i i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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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个 就是过程感比较强的 好吧 我们之前就说过啊 都是年后发 年前谁发的出去啊 年前没戏了 根本发不了 我们那个单词二维码的贴纸 现在才把那个设计全做完样稿 然后 那个那个 稍等一下 我看一下 现在才把这个样稿做完 现在已经开始 因为印厂根本就在年前都不接单的 这个是对啊年前有北京是雾霾好多印印刷厂都不接单了已经 所以 这我目前那个单词卡的那个小样 各位可以看一眼 这是那个 印刷厂发过来的 然后 这是那个贴纸的小样 各位看一下 Can you see it 看见没有 看见没 看见没 贴纸的小样 看见没 贴纸的小样 大概 大概 那 逻辑英语 有生贴纸 一只小鸡 看见没有 哈哈 买了后三季不给 必须全套的 你可以去买那个 可以去买那个联报班去 好不好 买那个联报班就可以了 就是 我们就设计这玩意的过程其实好复杂 真的 花了好大精力啊 我们是专业设计做的 包括做完维码 做后台的联 关联什么的 非常复杂 这是一份非常用心的礼物 请同学们年后 敬请期待 好不好 ok 所以呢 我们今天的课不做堂 因为今天还有别的课 十一点还有一个那个哲学课程 字典 我再说一遍 我们第四季将开始被字典了 第四季啊 除了口语之外呢 还有一个字典的活要干 对吧 所以这个字典干什么事情呢 就是 一定要 一定要买大字典 高阶字典 两斤以上 好吧 两斤以上 ok 两斤以上的啊 大字典 然后 第五季 赶紧上册 现在是半价 好不好 赶紧上册 ok 朗文可以 朗文牛金都行 我俩都有 朗文牛金都有 还有那个 韦氏的 webs的 还有 柯林斯的 都有 我在字典好多一大堆 是吧 东迅营的是中学那个小字典 咱们这个不太一样的 咱们这个会复杂一些 好吧 学读字典 我告诉你啊 以后这本字典放哪呢 就是放到你家的厕所里头 大家有没有发现 在这个 在这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繁忙的网络时代 厕所已经成为你唯一一个可以看书的地方了 是不是的 是不是的 在繁忙的网络时代 厕所是不是唯一一个你还可以看书的地方了 是吧 把这本字典放到厕所里面 好吧 你会发现他将给你一生带来收益 现在去书店去买去啊 可以啊 去书店买啊 行吧 ok 好 拜拜 拜拜 今天回去以后 一定要认真的把我们今天两个主题好好复习一下 第一 就是后字翻译 第二 就是双原因的过程 这两个是最能够提升你的语言的感觉的 看你understand it ok see you next time 嗯 我们的二十六号的晚上的节课会 会调整到年后上课 二月四号上课 因为二六号第二天要过年了嘛 确实没有时间 所以呢 那中书提前在这里祝同学们新年快乐 好吧 给大家拜个早年 ok 嗯 祝各位鸡年快乐 拜拜 鸡年快乐 祝各位新年快乐 拜拜 拜拜 哈哈 哈哈 不能出福 哈哈哈哈 新课表会发的 放心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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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